5日一早在广西御林市二环东路海关路口 积水已没过膝盖 一辆轿车涉水抛锚 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 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在此路段 多辆电动车三轮车也被困在积水中 救援人员合力将车辆和群众转移 强降雨还导致御林城区 多个小区和几个村镇出现积水 导致人员被费文中心预计 未来4至12小时 南流江浮眠区张牧镇河段 豫州区青湾江将出现超警戒水位 1至3米的洪水 提醒沿河沿江有关单位和群众 注意防范 受强降与天气影响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张牧林镇 潮江村田新寨夏管寨等村寨防务进水 有村民被困 昨天上午 救援人员驾驶冲锋州 带着救援物资到达被困村民家中 经过两个小时努力 共运送物资90件 解决了18户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成功将10名被困人员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经了解 有5户家庭共13人被困 消防人员随即利用橡皮艇 对这些被困人员运动